现在呢就是在河北省保定桌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腾飞大机场的明显的 那同时呢和三年前这里救援工作刚刚开展 这一以每天100人次的一个接诊频率 接诊 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 四名被困人员正在一栋楼上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消防人员靠近后向引导他们穿戴好 救援人员采取托举的方式 依次将四名被困人员营救上橡皮艇 据了解 截至目前整个野三坡景区供转移游 当地正在开展抢险 救援 配速通讯抢修等工作 书兰市多个村屯道路受阻 共有9个雨量监测站点 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蚂蚁河上至水文站8月4号3点 最高洪峰水位187.32米 超保证水位1.32米 强降雨造成当地16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上至市区积水严重 武警 消防救援 森林消防等部门 第一时间投入到强行救灾工作中